院长苏贞昌今天无法如期到立法院施政报告 但是书面内容已经曝光 除了承诺军公教适时调整薪资 政府带头做带动企业调薪之外 也预告了明年的日额津贴 将从每个月的3500块钱增加到每个月的5000元 那么其实今年8月才从每个月的2500块钱调整到3500元 到了明年8月日额津贴将会直接翻倍 有年轻人听了直呼有诚意 会因此考虑生小孩 但是大多数的人还是觉得诱因不大 考虑生小孩 因为我自己人生没有这个规划 大部分没有生 这恐怕是很多现代人的新生 房价涨涨涨薪水却远远跟不上 年轻人不想婚也更不想生 美国中情局日前发表一份全球总和生育率预测报告 台湾生育率1.07 名列全世界227个国家跟地区倒数第一 少子化问题严重 政府不得不再砸重本 苏仁潮最新的实证报告指出 育儿津贴今年8月才提升到每月3500块 但明年8月将再一口气增加到每月5000块 既然股数增加的话就可以增加生产率 多了一些想要生小孩的助力吧 津贴加码再加码 有些民众真的心动了 而生第二胎育儿津贴也从加发500元增加到1000块 如果升到三胎以上则从每月1000块翻倍到2000元 教育经费什么的应该这2000并没有太大的帮助 以现在3000来讲也其实蛮够用的 如果到明年5000的话应该也还不错 二宝妈听到消息很开心 但有人觉得还是不够用 生小孩要再想想 不过明年度社福支出超过6000亿 光育儿经费就超过了860亿 其他国防安全整体预算多达4700亿史上新高 苏贵也承诺要帮军公教调薪起带头作用 明年三月前也要实现斑斑有冷气目标 政府编例预算不手软 眼看少死化 意称新国安危机要好好重视 就欢迎再提报道